那么https这块内容呢 在第四点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点http的常见请求头 这一部分非常重要 那么首先来复习它之前 我们也是能够 我们也是得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复习这块内容 我们复习这块内容的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方向请求 能够更好的去模拟浏览器 能够更好的去获取到 和浏览器和构端一模样的响应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 http http 协议 从UR地址到小型内容中间呢 肯定我们是会发送常见的 比如说就是http或者https的请求 对吧 那么浏览器 它通过某种方式 发送这种请求 拿了对应的数据 我们有一天希望能够 和浏览器拿到一模样的数据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 需要去模拟浏览器来做这个事情 那所以说呢 为了能拿到和浏览器一样的数据呢 我们就需要来复习一下https 大家之前的时候呢 在Jungle或者网络编程 或者Flask里面 都应该都对http呢 https有接触 对吧 所以这块内容呢 我们会讲的稍微快一些 虽然比较多 那么首先关于概念 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 里面有两个词语 第一个词语 超文本传输 第二个词语 协议 首先超文本传输 它只是一个名字 它并不重要 这个协议是别人造的 所以别人给它造了一个名 这都超文本传输 你生了一个小孩 你给你的小孩 取个名对吧 别人生了一个小孩 也可以重新取个名 如果说这个http协议 大家自己造的话 大家可以给它取个名字 比如说 超时空传输 都没有问题对吧 只是个名字而已 那后面呢 还有协议这个词语 协议是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 就假设有一个美国人 和一个日本人的相互通讯 他们这个时候 由于语言不通 他们肯定是没有办法 经常进行非常好的交流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可以双方彼此约定好 我们双方就使用中文进行交流 如果他们都懂中文的话 他们就使用中文进行交流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肯定是公共产党 没有任何障碍的 这个可以理解吗 如果说这个例子 大家不好理解 那我们就说直接一点 就是我们客户端 在发动起动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带很多很多数据 比如说最起码 我们得把UR地址放上去 我们得放上这个请求的一些参数 还有比如说再带上这个请求的时间 对吧 那对方服务器拿到我成功的数据的时候呢 他通过第一行就可以知道 我要请求的是哪个地方的数据 UR地址就可以知道了 那么第二行 他可以知道我们带着参数 来碰到我们是否合法的用户 那么第三行 根据我们携带的这个是时间 要知道我们是在哪一点发送这个请求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客户端和服务端 通信的时候呢 没有这样一个约令 没有这样一个协议的话 我们客户端随便的把这个数据进行一下拼凑 那么我们把时间放第一行 那么UR地址放第二行 那么带着参数放第三行 那这个时候呢 对方的服务端再拿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他拿到第一行的数据 他就压根不知道你第一行的数据是什么 正常情况下 他应该是UR地址 对不对 但这个时候他发现是一个时间戳 可能拿不到UR地址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肯定就会解析起来 里面内容可能就会有困难 对吧 所以说在最开始之前 我们在别人设计 客户端和服务端成绩之前呢 就可以已经实验好了 就是说 我第一行先放什么 第二行放什么 第三行放什么 对应的在服务端那边 他就可以知道 第一行拿什么 第二行拿什么 第三行拿到什么 对应的服务端在响应的时候 也是一样 他也是会遵守一个协议 按照一个具体的格式 去把这些数据呢 进行返回 那我们客户端 5027拿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 对应的这个协议的格式呢 去从不同位置 去寻找 自己想象的数据 这就是协议的意思 可以理解吗 这个地方 不能理解吗 双方先约定好 我到底把数据放在哪一行 然后另一方呢 去对那些行 去找数据就可以了 能理解吧 那么 HTTP呢 是这个样子的 那HTTPs呢 它相当于就是在 HTTP的技术上呢 多了一个S 这个S呢 是什么呀 这个S是什么呀 安全套阶制程 不是说开的啊 安全套阶制程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 实现数据的加减密的 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 在最开始HTTP的里面 有了HTTP 为什么还需要 加一个HTPS呢 为什么还需要 进行数据的加减密呢 因为HTTP的时候呢 我们数据在网络上传输 都是明文的方式 进行传输的 那既然是明文的方式传输 这个时候呢 肯定是非常不安全的 我们数据 在经过 网络的时候呢 别人只要稍微懂一些 一些工具的使用 然后呢 就能够非常容易的 能够获取到 我们的传输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呢 别人就能够 非常容易的去知道 比如说 我们的银行卡号 或者身份证号 或者密码等等 这些信息都可以知道 对不对 所以非常不安全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出现了HTTPs 多的地方呢 多的地方就是 它在发送数据之前 它会把这些数据 进行式加密 加密完了之后呢 在服务端拿到数据之后呢 它会对数据进行式解密 再提取里面的数据 那么最想念的时候 也是一样 它先进行加密 完了传送到客户端之后呢 客户端再拿这个数据呢 进行式解密 就可以获得里面的内容了 这个可以理解吧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HTTPs呢 比HTTP多了 两个加解密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说在下面呢 有这样一个红色的 这样一句话 HTTPs呢 比HTTP的更安全 但是它性能更低 这个性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耗时会更长一些 可以理解吗 这个地方 这是关于它的概念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默认断口号的东西 默认断口号 默认是什么意思呀 默认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了 默认的意思就是 我们给它写 它就是我们写的内容 我们不给它写 它就是80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有个参数 它是带有默认值的参数 比如说 一个函数呢 放个A 它有个参数叫做x 然后它等于10 那如果我们给这个 放个A调用它的时候呢 给它传一个100 那这个时候x就是100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给它传的时候呢 x就是10 这就是默认的意思 在这里呢 也是一样 我们在请求一个 http的这种网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上端口号80 也可以不加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当前这个网站 它好像就是一个http的网站 那我是如何判断出 它是http的网站呢 它没有写对吧 没有写的这种呢 往往都是http网站 虽然它没有写 并不是它没有 它是有的 只不过隐藏起来了 我把这个复制一遍 然后粘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http的 对不对 那么在后面呢 我们只需要加上端口80 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发现加没加 好像并没有什么菜单的变化 对不对 因为加或者不加 对于http来说 加不加80是一样的 而对于https来说的话呢 它默认端口号就是443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加443 443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加不加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不对 也是这个样子 那这就是默认端口号的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在 Jungle项目里面 Flux项目里面 我们启动我们的web服务 用的是什么端口 用的什么端口 忘了对吧 大家有用过80吗 为什么没用呢 被谁占用的呀 可以用的 80是可以用的 我们只需要在代码里面 把端口的地方改成80就好了 改成80之后呢 但是我们直接启动起来 是启动不起来的 因为80呢 它是小于一千的 需要超级管理员权限 才能使用它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启动成型的时候 加上速度就好了 加上速度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80端口了 使用80端口之后呢 我们再请求我们之前的web项目的时候呢 就不用写上之前端口号了 因为比如说HTTP的 我们直接写上URL地址 加上路径就好了 如果是HTTPs的话呢 就加上 直接就不用写443 或者写其他的HTTPs的端口 明显吗 下来呢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这个肯定是可行的 这是关于HTTP和HTTPs的概念这一部分的内容 好